西汉建元元年 女奴魏少儿与一个叫做霍仲如的小丽生下了一个男婴 这个男婴注定生而不凡 她有了一个划破历史星空的名字 霍去病 在她出生第二年 她的姨母魏子夫得到了汉母帝刘彻的宠幸 十一年后 魏子夫被立为皇后 十三岁的霍去病 成为了当时最显赫的贵族少年 这个少年相貌堂堂 身强体壮 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 五年后 年仅十八岁的霍去病 被武帝任命为飘摇校尉 跟随大将军魏卿出击匈奴 霍去病率八百骑兵奔袭数百里 伺机打击匈奴 在她闪电般的攻势下 匈奴贵族和官员被踏于马蹄之下 匈奴缠于的祖父也丧命于霍去病之手 大圣归来后 这位十八岁的少年接受了汉武帝的赐封 他有了自己的爵位 冠军侯 两年后 武帝任命二十岁的霍去病为票际将军 两次率兵出击河西 在霍去病的打击下 匈奴势力大捡 这一年的秋天 他率大军接受了匈奴魂协王的投降 在汉军渡过黄河后 部分匈奴不愿投降 密谋逃跑 在此紧急关头 霍去病率部驰入匈奴军中 斩杀逃亡军事八千人 随后 霍去病将魂协王送往长安 统领其部中四万余人归汉 死役之后 西北边境再无匈奴赶来进犯 河西进入汉庭之首 这一年 他去了平阳与父亲相认 将弟弟霍光带去了长安 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 一场划时代的末北大战拉开帷幕 汉武帝命霍去病率军深入末北 寻找并歼灭匈奴主力 霍去病率五万骑兵 北进两千多里 大破匈奴左衔王军 他率大军一路追杀匈奴 兵风直指北海 在郎居须山举行了祭天风礼 经此一战 匈奴缠于逃到末北 势力大为衰退 汉军回市后 霍去病声名大噪 成为了这个帝国最耀眼的少年将军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 两年后 汉武帝再一次进行战争动员 决心歼灭蝉与主力 在准备过程中 或许是多次领兵出征的劳累 年少的霍去病却因病早逝 年仅二十四岁 生为奴隶之子 十三岁少年富贵 十八岁一战封侯 二十岁败为将军 二十二岁封郎居须 二十四岁将星陨落 这个少年像一颗流星 划过了大汗的天空 散发出极其耀眼的光芒后 暗淡于历史的舞台